唐朝诗人《李河》的诗有一句这么说 天若有情 天亦老 意思是就算天有感情 也会随着岁月初陀而老去 我们清楚知道 天只不过是受造之物 没有生命 不会有感情 不过造物主上帝就很不同 祂是我们的牧者 而爱牧养我们 我们是祂的羊 使徒保罗被主耶稣呼召 向祂的同胞犹太人和爱邦人传福音 并且牧养教会 以大牧者主耶稣的怜悯和慈爱对祂的会众 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那一份丰富的感情 就是最好的证明 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 在回程的时候经过以弗所 将白基拉和亚居拉留下 保罗同时在会堂和犹太人辩论 之后亚波罗也曾经到过以弗所 向人讲解耶稣的事 为以弗所教会建立好的基础 当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来到以弗所的时候 一年三个月在会堂放胆港道 辩论神国的事 之后他每天都在推拉努的学房辩论 足足有两年那么久 使所有住在亚西亚 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利人都听到主的道 这三年 保罗在以弗所尽心揭力牧养教会 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请教会的长老来见他 理智的分享 充分反映出保罗对教会的忠心和情谊 保罗首先和他们说 你们知道 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 在你们中间 始终为人如何 服侍主 凡事谦卑 眼中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 经历试连 使徒行转20章20节的经文跟着说 你们也知道 凡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被毁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各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由此可见 他对人的真诚和侍奉的忠心 至于他的行事为人 使徒行转20章33和34节说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 尝供给我和同人的税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保罗在说完之后就跪下 和所有的人一起祷告 大家痛哭 和他拥抱 亲嘴 而叫人最伤心的就是 保罗和他们说 以后都再不能够见面了 之后 大家就送他上船 由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和以弗所教会之间的牧养之情 而他们的互相代讨 特别珍贵 以弗所书6章18和19节 记下保罗对信徒的劝勉 很值得我们记住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讨告祈求 并要在此 警醒不倦 为众星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 开口 说明福音的傲備 我们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看到 保罗对以弗所教会 忠诚的侍奉和爱心 从中得以学习 求主帮助我们 同样能够忠心牧养你的教会 好好教导和爱护你的羊群 天父啊 求你使我们更多的为教会讨告 关心牧者和传道人 为他们祈祷 因为他们有很重的牧养责任 也都要面对世界的试探和挑战 很需要圣灵的能力 愿你的福音广传 达到更多未信的人群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祷告是人向上帝倾心吐意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祖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祖事项全真至 pray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自福看顾你 愿神自福看顾你